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哈姆華德 來為我們的模擬召喚克羅尼克戰記 我們先來測一下這個風隙的傷害 找個沒甚麼地方打一下怪 好這邊 好 給他打一下 呃 我這邊是在那個英雄地區啦 英雄地區然後 可以來長期測試一下 至少測個5到10分鐘嘛 呃 把蜂西跟那個蜂貓做個比對 看一下傷害怎麼樣 因為蜂貓是四星的 四星的猛角嘛 那蜂西還好 蜂西是五星的 五星的搶的很多啦 但是PVE比較厲害一點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還有一組序號 來看一下 還有一組序號 我來看一下 我剛剛有0 呃 這邊 就剛剛0的 這一組 這個是我剛剛0的 就四星彩虹怪跟五星彩虹怪 還有箱子還有這個 呃 生命的氣息 我昨天分組分享的 補充嘛 現在在補充一組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王業的部分吧 王業的部分 好 這邊其實就是 卡 卡爾拉股斯遺跡更新今年優惠券活動啦 這個是最新副本 那麼多副本 沒空搭 好 這邊 我昨天分享的應該是這兩組啦 主要是分享這兩組 然後這個是五星的嘛 我昨天還說三四星是給那個 無課玩家 課長都是用五星的 好 這邊有一個 underground 這一組 我會貼在那個裡面消防資訊欄尾啦 你們自己再來輸入一下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好 然後再來就是要更新嘛 5月4號也會更新 我現在時間是5月4號的半夜時間啦 呃 一點吧 快換日前 那這邊有維修 呃 早上 9點到10點半 然後多了一個幸運賓果活動 好 這邊會開始 好 然後 結束挑戰試煉之塔活動喔 喔 挑戰試煉之塔活動要結束囉 我剛好200神打完了耶 前幾天 第200神打完了 如果不會打的人可以看一下 找一下前幾天我的影片 然後C結果也要結束了 公C嘛 我這期影片 呃 發布之後這個已經結束了 我昨天就已經有提醒了啦 好 預計下架的東西 好 金幣周 有網友說他很缺金幣啊 沒辦法 缺金幣就是你練太兇啊 像我都不練了啊 冷的練 我是這樣回他啦 因為以前如何獲得 金幣的這些 方法我都有講過 怎麼怎麼拿 大部分都有講過 反正就是要跟著活動 今天算是5月4號嘛 每天025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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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一兩百啊 對不對 好 好 驚喜禮物箱活動 喔 這個喔 這個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啊 驚喜禮物箱活動 到5月8號 呃 要投問卷是不是 要投票 並發送得票數 所以他會發送給我們啦 就要投票啊 我哪知道這三個禮物箱 哪個好啊 投票 投票 要登錄喔 還要登錄這麻煩 好 先這樣吧 我哪有登錄 我就不登錄了 好 我們後來遊戲 看一下吧 好 目前的傷害是這樣 就 蜂蜥跟蜂貓其實差不多 就這個組合下喔 因為 蜂蜥會扣放嘛 會減攻嘛 好像是減攻吧 他有一些 Debuff 你看 難得我的 我這個法師 跟他們的傷害是差不多的 我召喚師跟他們的傷害技能是差不多的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 我的這個蜂蜥好了 好 目前 其實贏到10萬啦 主要是因為那個弗紋 這一組跟蜂貓這一組 還是有差 就是我如果用這一組的話大概超過10萬 是超過10萬的 好 技能練滿了 喔 技能練滿 好 覺醒的話 練到10星而已 因為要再下去越來越貴 喔 越來越貴 我大概只能練到14吧 喔 沒有 我只有20片喔 那我只能練到12吧 我只能練到12 13 13可以啦 練到13而已 因為我好像抽到兩次是不是 抽到兩次而已啊 保底 不是 我昨天 上一期狂抽嘛 用祝福嘛 抽到兩次 就是如果你會喜歡的角色就是用祝福 然後狂抽這樣 不然就是要趁他 趁他有卡子出來說先把他抽出來 先保底把他抽出來 至少你要有嘛 有才能用祝福啊 這遊戲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圖鑑吧 好 看圖鑑之前有一個那個 收集挑戰啦 收集挑戰還有 還有幾天 有的快結束了 你們如果要參加記得參加 有網友說不知道金幣怎麼賺嘛 喔 這邊就可以賺啊 25萬 呃 提交五個五星稀有符文 沒有嘛 對不對 沒有很簡單你就去做就可以了 呃 五個五星稀有符文我就做給大家看一下 喔 懶弄啊 首先這邊要調五星嘛 稀有 然後做五個嘛 是五個 五個 然後就製作 這個你要去刷啦 我很久沒刷 平時要刷過來 沒有掛網 因為我最近玩的遊戲比較多 然後多開的話 我要上傳 我要做影片幹嘛的 會比較麻煩 我就乾脆就沒有用 好 符文 喔喔喔喔喔 20個喔 20個喔 看錯 抱歉 我看錯了 我原本好像已經提交四個是不是 那我就要再做一下 因為那個 每天做的次數有限 每個禮拜做的次數有限 那剛好嘛 你就剛好趕快做一做 恩 恩 因為每個禮拜只能做10次嘛 那你這禮拜做 下禮拜再做 剛好 可以解完那個25萬金筆 也算是提醒大家啦 如果你還沒做的人 對不對 就趕快弄弄 像那個料理我都沒做啊 料理我都沒做 我都不會 不會弄 沒有沒有研究料理 要去研究 這個也是打得到啦 也是刷得到 但是你要去刷 沒那麼好刷 你要剛好拿到五星的稀有 我還是有機會拿到 就是打怪啊 或是 什麼情況下 去刷那個符文符本啊 也是有機會 但我覺得最快就是製作吧 看你願不願意花為了25萬去製作他 好傷害差不多嘛 什麼傷害差不多 那我們說要看一下那個阿根 阿根的那個圖鑑 風屬性吸血鬼 目前很好用的一隻PVP 他是弓箭手 好來看一下 他有多好用 攻擊兩次然後50%這樣 好這邊有了 呃 減少目標的攻擊速度跟防禦力 減少攻擊速度跟防禦力 而且是 10秒內減少攻速5階段喔 然後防禦力2階段 好厲害 然後有機殼 機殼跟他 跟他後面的 效果有關 好這邊 目標弱化的數量比例 就如果目標弱化越多的話 攻擊力越強 傷害越高 就很多人一起打BOSS的時候 那個BOSS一堆弱化嘛 這個傷害又比較透 然後10階段機殼的時候就會 加他的攻擊力5階段 10秒 很厲害吧 好被打到暴擊的時候也會有機殼 也有機殼 然後被暴擊的時候 被暴擊的時候觸發 機殼他是15% 呃這個要看5階段喔 我已經練完 喔你看5階段這邊100% 你看這5階段 5階段效果跟1階段不一樣嘛 25%機率 然後這是終極技能 這種技能直接獲得機殼10階段啦 大概是這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身上的BUFF吧 好這邊 機殼有沒有然後這邊有攻擊力 5階段 機殼累積到10之後 他就會觸發那個攻擊力 然後你看一下敵人的BOSS 減少防禦力 還有減攻速 這個是貓貓的 這個爪子是貓貓的 10代快沒有了 你看還有這個出血 出血應該是我的嗎 降防禦 就可以看一些Debuff嘛 好10層飢渴有沒有 然後等一下就會賦予這個 攻擊力 5階段 呃這些Debuff 貓貓在打的時候也吃得到效果啊 所以貓貓 貓貓是打BOSS好用 貓貓 這個瘋貓通常打BOSS會好用 也蠻好用的啦 不見 還要看一下瘋貓嗎 瘋貓看一下 這個 新手四星碧鍊 碧鍊 瘋貓 來看一下 BOSS有沒有 追加賦予攻擊力減少效果 這邊有 爆傷增加減少攻擊力出血 喔出血是貓貓的喔 他這有一個出血效果 好 然後這是被動 呃你看弱化越多有沒有 爆擊命中率越增加 爆傷增加 所以他還是 打那個一群人組隊的時候他也是很好用 基本上我每天都會用他啦 用他打所有副本吧 來看一下喔 比如說這個米5 你看 第一名是阿根嘛 再來是 蜂貓嘛 蜂蜥跟蜂貓 第一第二名 這兩隻可以一起用 我自己用那個按鈕 拍第五 我都是用按鈕跟蜂貓 打這個副本 把影之城 蜂蜥跟蜂貓 一三名 水沙漠也蠻好用的啦 水沙漠也蠻好用的 就是說 火沙漠可以棄用的話 你把火沙漠 還原然後改用水沙漠 也是可以 好這邊 這個副本我也是蜂貓跟 暗鳥 一起用 我是這兩個 那我以後可以改 阿根跟那個 就是蜂蜥跟蜂貓一起用 好然後 這個我都沒打 懶得打 這周圖還沒打 看我多混 好一樣是蜂蜥 下次可以用 蜂蜥按鈕 我是用 我原本是用那個啦 按鈕卡蜥跟這個露露 就卡烏格 暗卡 還有這個水貨 那我現在可以改阿根 可能把按鈕改成阿根也可以 都可以 卡烏格可以那個 無視他的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減防效果 這一隻阿 然後 封印應該就還好了吧 封印 封印就沒有他的位置了 封印沒有他的位置 因為這邊需要上負面的模擬 這邊我是用這三隻阿 這三隻就能過了 我都有玩過一次給大家看 但是我也懶得打 我就這麼懶 沒辦法 太累了 每天要打 不煩嗎 我有點煩 然後登場之路不用說了嘛 登場之路難的就是冒險之路阿 冒險之路你看這邊也是 瘋貓跟瘋溪 這一定可以過 然後這個也可以用 風的跟水都可以用 你看瘋貓跟瘋溪 所以你說他萬不萬用 他很萬用阿跟瘋貓一樣很萬用 打手嘛 輔助你就是 隨便阿 輔助就其他很多種 就針對 每個覆盆不一樣 喔這個水的也可以用 喔水的也可以用 所以超萬用嘛 沒了 這邊就三個覆盆可以用 然後那個地下層都可以用 除了 風印跟那個風印不能用以外 其實他可以全用 所以新手就是 風吸風貓 四五星這兩隻 很萬用 那我們就打一場ending吧 打一場 登場之路吧 給大家演示一下吧 入場 我已經可以掃蕩了啦 我已經可以掃蕩了 每個禮拜好像會給50張掃蕩卷 好 你看負面一大堆 12345 五種負面都疊五成 降低他的攻速 減低他的防禦 讓他受到爆擊傷害增加 減少攻擊力 減少防禦力 這有時候還是會失敗啦 因為有時候蜘蛛會發狂 一個跳下來就死掉了 然後那個你的AI都不會躲 好輕鬆喔 對吧 輕輕鬆鬆啦 以前這個15層蜘蛛也是蠻能打 我做了一個實裝 跟之前不太一樣 OK 大概是這樣吧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換日線了啦 好 那回來 自動一下 開自動 這個傷害重新計算了啦 重新計算了 剛剛那個主角沒打 好 回去 大概是這樣啦 那你如果有五星角色模擬的話基本上可以破40萬啦 我來用給大家看一下 比如說我就這樣 我把這個換沙漠 然後把符文換一換 符文可以再做啦 換那個風貓那套 風貓那套戰力比較高 好 你看 直接10萬了 然後這個也10萬了 這個 喔 比較低啦 快9萬而已 喔 也是可以再練 就1000 2000 3000 4000嘛 可以再多4000戰力吧 我這邊都這樣 一星大概1000啦 那我召喚師大概10萬嘛 10萬多 所以這樣就40萬啦 直接40萬了 我已經很久沒練了啦 你看我金幣那麼多 很久沒練了 就隨便他 反正副本能過就好 那那個新副本 是不是這個啊 好像不是扭曲沼澤 他那個副本到底是幹嘛的啊 看一下 卡爾拉古遺跡 不知道 卡爾拉古遺跡 不知道 到處再說吧 OK 那這一期就先玩到這邊吧 主要就是玩這個風隙 超萬用PVE 角色 PVE喔 練PVP 我又不去打PVP 好的 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